好那現在要來C++ 第二課 第二課叫做基本架構 然後還有 基本輸入出 Basic 這是基本 輸入 Io就是輸入輸出 Input Output 這是第二課 那首先我們應該要先教基本的架構 C++程式語言基本的架構 如果你想要省掉很多麻煩的話 建議要有 include 還有using namespace 其實你 其實你這兩句就可以做事了 只是你 你會比較麻煩 就要在裡面自己 沒有include東西 這樣也不行 那 基本上 剛剛不是有講到那個編譯器嗎 那電腦其實沒有很聰明 電腦他一定要有固定格式 錯一個字他就 他就 不給你面子了 像這樣 錯一個字就直接error 電腦其實很固執 然後 然後你 你 錯誤的時候他不會 他不會給你面子 他就直接給你error 他很無情 很固執 也沒有你聰明 他只是算得比較快而已 那 他還是一個工具 所以不要太為難他 就是一定要 一定就是要照著他的規則來 那我以前有 如果是基顏色的人我以前就有唱過一首歌就是羅志祥的金武門 那裡面就有一句話就很 就很重要就叫做 凡事一定要照規則 我記得是這個 電腦程式就是這樣 然後永遠不要覺得電腦程式很難 他很簡單 他是一個工具 那 所以我現在就先在這裡打 那你現在就已經踏入資訊這個領域了 那你現在就已經踏入資訊這個領域了 那就好好學吧 他沒有很難 然後I wanna know你行不行 對 我是羅志祥的鐵糞 好 那 Intman 電腦不是很固執嗎 那電腦就是一定要從 Intman 編繫器一定會從這裡面開始編繫 那 他 他的架構就是說 Int Int 他的架構就是以 掛號 掛號為一個區間 掛號為一個區間 那掛號包起來 就是裡面的內容 他就是以掛號當作 一格一格一格來做區別 所以呢 C++ 就是 這也是Intman 基本上 在剛開始的時候東西都 都只有一個 如果沒有其他 他紙程式的話 都是在Intman裡面執行 那Intman裡面可能就會 有這樣子的結構啊 然後可能裡面一個有包兩個 例如這樣子的話 然後可能他 還有更大一圈 然後裡面可能 還會有這種 複狀 草狀 草狀結構 然後這邊可能 還有 無限多的 這種架構 那這些架構就是一個區塊 像這就是一個區塊 一個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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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用那個 括號來做 那個 區格 一個括號就是一個區塊 一個區塊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在這個裡面 那就像物理一樣 你就可以選系統來看 他這樣就是一個系統 然後這裡又有另外一個系統 然後最後是這個系統 只是他跑到下面 可能看不到他整個 這個大括號 他就是你可以把這個抓出來看 你也可以把這個視為一體 他就是這樣子 好 講完了 那所以他就是 以括號 就是大括號 做為區別 好 Intermain 然後小括號 後面大括號 這是一切入口 那很重要的 兩個 這兩個是什麼 include 在英文裡面就是包含 IOSGEN是什麼 好 首先 include 前面有一個這個 一個 警字號 警字號加一個include 就是說 我要調用外面的人已經寫好的程式 就是前人的智慧 那 IOSGEN是主要處理輸入輸出的東西 那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叫做 include IOSGEN是主要處理輸入的 另外一排 叫STDIO叫做標準化輸入輸出 那那個東西其實做起來比較快 打比賽的時候很愛用 但是對初學者來說可能有一點難 所以這裡都是先用IOSGEN 等到你們變厲害就會用 你就知道要用 STDIO了 那我們這裡都用IOSGEN來做示範 那第二句叫USING NAMESBASED STD 就是它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就是有預留一個空間 這個空間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沒有用這個空間 然後你以後要調用外面的韓式庫 你都還要加一個很像豬鼻子的東西 然後前面有它的什麼名字 那這樣對初學者也不好懂 就 就是這兩句加下去你就會 覺得很 很方便 對 那 IOSGEN裡面有兩個東西很重要 一個叫做C IN 一個叫做C OUT 那這節課就先叫C OUT 注意喔 剛剛打到大寫 C++有區分大小寫 所以你不可以打 INT 這樣它就會錯誤 那個電腦老頑固就 就說ERROR 所以它有區分大小寫 這個大家要注意 那我們就來弄一個HELLOWAR HELLOWAR 雖然是老葛 但是就是大家就是 都在做 那就來示範一下HELLOWAR 主要是C OUT 然後這裡是兩個小寫符號 後面有括號這個以後會講 那中間有它的字 就叫做HELLOWAR 給你看一下 C OUT 就是輸出 然後要兩個括號 最後要有一個分號 分號很重要 剛開始學人都沒有分號 結果就整個錯誤 那我們來一個錯誤的看看 他就直接跟你講ERROR 然後後面 Python沒有 括號 沒有這個 括號也沒有這個分號 但是我現在寫Python的時候 都會不小心寫 分號 或是 還有這個 括號 那這個大家要注意一下 如果有學過Python的話 也要注意 到後面可能會 該架的時候不加 然後 不該架的時候一直加 那這個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第二課就是 到此結束 那要 再來就是要交那個 再來要交資料類型 還有那個 交完資料類型才能交C IN 交完C IN就可以開始交基本的 預算了 第二課就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